動畫還原 歷經眼中的長榮空姐 逼我真的退出演藝圈就對了是不是 蛤 不要啦 這今年的孝孫怎麼可以消失 言歸正傳 歷經23號搭長榮商務艙 前往Shower準備新歌 他不滿新人空姐的服務品質怒哄 是我不哄還是你們不滿八歲 新聞曝光後呢 許多讀者留言 誰是歷經很哄嗎 一定要認知你嗎 大頭正 歷經自認為被罵得莫名其妙 透過動畫來還原他眼中的長榮空姐 舉例來說 一個一個一個自身的 剛放一個毛巾 童子轉身 另外一個新人就把他收走了 不是說我多大牌 不是 而是你不會看到我 問我說你要入鏡表格嗎 我看起來像是 不是台灣人嗎 拿著名單 表格名單 問我你怎麼稱呼 而且才四個客人耶 手上打著我的名單 你怎麼問我怎麼稱呼 拿我的名單 你自然會講 欸 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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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53歲的歷經 本名吳明恩 20歲在老爸的贊助下呢 懂了變性手術 所以空姐要喊 歷經吳小姐喔 我還跟所有人都拍得照耶 一樣你要拍照好來 我都要耍大牌 歷經第一時間在臉書發文 懸顯不滿 這件事他也告知左艙長 實際上講說不要寫 他說不然我要寫報告上 我說好啦 那我下集就刪 怎麼會變成什麼 我心裡有鬼 我心裡有什麼鬼啊 對此 長榮回應 空服源於飛機上 詢問旅客是否需要入鏡表格 是正常的服務程序之一 而立正在臉書上 對該公司的期許 長榮予以尊重 與了鄧金文 看來空姐 報告還是寫定了 吧